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现场的其他人去寻找除颤器 在等待救援人员的过程中 除去患者胸前的衣物并开始进行胸外按压 将手放于患者胸部中央 每秒进行两次 如果您是独自一人 不要进行心肺复苏 如果附近有人的话 去寻找除颤器 当除颤器带到现场时 打开 按照上面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电极板从包装中取出 除去保护膜 按照包装的说明或者电极上的说明 来放置每一个电极 当除颤器分析患者心肺的时候 确保没有人与患者的身体接触 按照设备的指示说明 确定应该实施电极 还是继续进行胸外按压 持续进行这个操作 直到救援人员感到现场 或者患者恢复正常的呼吸 该设备甚至可以用于儿童和婴儿 通常需要使用一个特定的适配器 或者使用儿童电极 如果没有适配器或者特定电极的话 可以使用成人除颤器 将一个电极放在患者的胸部 另一个放在患者背部 同胸部水平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